黄丝带 结果这首歌结束的时候怎么讲 他说老天爷呀 老橡树上绑了一百多个 Hundred Yellow Ribbon 他说不仅是一个 老橡树上绑了一百多个黄丝带 所以他非常的高兴 原来女朋友还是在等待着他 同样这个女孩子的心情也是这样 他觉得这个爸爸到底是要不要他 但是当这个灰狗巴士开到他们小镇的车站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他全家人出来拿着牌子 拿着气球换给他回来 所以有一个可以回来的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儿子就回来了 你看 他说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里还远 他父亲看见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 是起来往他父亲的 每天都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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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离还远 他妈妈不曉得他会回来 所以他每天在村里等 总是看着他儿子留回来的一天 所以相离还远 但是 就是说 但是以他那个时候的那种邋遢的样子 他离开的时候 穿着阿玛里 穿着什么 穿着全国都是名牌的装饰 离开家 但是他这一切都花完了 然后拉一拉他的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 烧成灰我能认出你来 所以这个 在父亲的心目当中 这个孩子 烧成灰他都会认出来 所以相离甚远 相离甚远 然后呢 他的儿子已经非常地拉他了 但是他还是看见 就动得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像 连一连与他亲嘴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一次 儿子的台词说完了没 蛤 没有 说了 但是呢 他没说完 你看 你看这里 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然后在这里呢 你看 他说到哪里 我这里不是漏打的 他就讲到这里 他就讲到这里 他还没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爸爸已经打断他的话了 在他的心目中说我能当一个故宫就不错了 但是他爸爸还没有等他讲完这句话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 我们仔细地读的时候 你可以觉得作者写的时候都是有玄机的 他前面这个剧本 他的口 他的台词是这样子 但是到了这边的时候呢 他的台词没讲完 为什么 因为他父亲不要他当一个故宫 他就是他的儿子 你回来 我还想把你当成儿子 所以他说了 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可以成为你的儿子 但是接下来 下一张 哼 哼 哼 上面 父亲马上就是 呵护仆人说 把他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为什么是戒指 为什么是戒指 身份 为什么是戒指 很好的这个 approach 但是为什么是戒指 我觉得这个是高风险的动作 为什么是戒指 为什么是戒指 戒指 很近了 再近步 想想看 古人的印章是戒指 你的土壤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给他戒指不是说给他个钻石 他给他戒指说从今以后 他要什么呀 继续的给他写支票 我想说 哇这个夫妻你实在太冒险了吧 你这个败家子回来 你还要再给他一个印章 让他随便印 把戒指戴在他头上 把鞋扇在他脚上 把肥女肚签来了 好了 重点来了 我们可以吃喝怎么样 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死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了 快乐起来了 快乐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重点又是快乐 所以接下来呢 其实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呢 欢喜跟快乐是两个字 来 前面一张 看看 再前面 对不起啊 这个今天靠困辛苦一下 再来一张 好 这里用的都是欢喜 再前一张 欢喜 对吧 好 再往下 到浪子的故事 再一张 浪子用什么 快乐 但是结束的时候 路加福音 最后一张 只是你这个兄弟 是死而复活 死而又得 所以我们礼当怎么样 欢喜快乐 所以前面的欢喜 跟这里的快乐 都用在一起 所以基本上 这个故事 虽然是在讲浪子的故事 或者讲父亲的爱 但是它有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是什么 是欢喜快乐 是欢喜快乐 但是呢 这个哥哥的 对欢喜快乐的定义 我觉得就不同了 他对快乐的定义 我们来看看 是什么 所以这个哥哥 听到说 这个弟弟回来 非但没有爱顿毒打 反而怎么样 被当作一个什么 哇 一紧还乡的儿子 来对待一样 他就非常的生气 然后呢 里面开派对的时候呢 他不愿意进去 他不愿意进去 所以这个父亲呢 又再一次的 又把自己的父亲的位分放下来 来下面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在整个路加菲十五章 都是欢乐 欢喜欢喜快乐快乐 整章的圣经 只有一个生气 就是大儿子 大儿子的生气 他不肯进去 然后呢 你看他这句话 我觉得这句话的玄机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服侍这个字翻译的 太客气了 他其实 他原来是这个字 我给你做牛做马 我给你做牛做马 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三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弟兄姐妹 请问这句话的问题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但是他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意并没有一只三羊羔这句话成立 ? 摇头但是你要给我进我的根据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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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分了家产,分家产的时候,你看来,我们回到那个,我们不要太虐待这个宝贝的地方,你看15章一开始 好,第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谁?他们 所以不仅给了小儿子,也给了谁? 所以换句话说,他想要杀一只羊羔,他需要问他爸爸吗?不用啊,因为是他的啦,分家啦,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不,不能再气他爸爸,会不会是这样的?啊? 第一天气他一家,不能气他爸爸 还有呢? 很忘记 不公平 不公平 还有呢? 就说他虽然,我在想说会不会是他虽然分到,但是因为他爸爸还在,所以呢,他爸爸还是基本上还要因他,还要尊重他爸爸,但是他爸爸还有实际上有这个,这个掌权 但是他爸爸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爸爸? 不是啊 啊? 从这个故事来看,他爸爸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爸爸? 不是 就是,他都肯让他的小儿子羞辱他,在他生前分家业给他,我相信这个爸爸应该不会是那种什么都管的一个爸爸 哦 他儿子把自己定位了 对 参态,对,参态讲到重点 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儿子,我觉得好可悲哦 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女僕 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儿子 所以觉得他不敢,他不敢杀一个小蛋糕 哦,这个是我爸爸的菜肠 我不敢动,其实这个是他的耶 所以我觉得大儿子最可悲的地方 我觉得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可悲的地方 就是我们常常把自己当成一个母徒 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怕他偏打雷批 怕他惩罚,怕这个什么动辄得救 好了,我做这个也会触犯到他,我做那个也会触犯到他 我们是不是也对上帝有的时候会这样子 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女,像这个大儿子一样 他说我给你做牛做马这么多点 他是大公子耶 我们山东人,长子是相当有些人 在家里跟爸爸同样的位分的 大儿子在犹太人社会是相当有位分的 但是这个大儿子从而没有想过说他是一家之主 非常可悲的 他没有认清自己的位分 以至于他存着一个恐惧的心 存着一个外人的,存着一个奴仆的心 来侍奉他的大爸,来做他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 另外,他对快乐的定义 他爸爸说我这个儿子回来了 所以让我们一起怎么样,还起快乐吧 但是他这个大儿子的定义的快乐是什么 对对对,他这个就是party 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三羊羔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他对快乐的定义跟爸爸对快乐的定义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一个教会群体对欢乐的定义差别就在这里 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物质上的快乐 很多快乐,这快乐的确会暂时带给人快乐 但是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 当他这些所有东西都花光了 这些东西,他的这些资源都没有了 他就什么也没有 所以大儿子很可惜 他并没有体会到什么是真正做儿子的快乐 高高兴兴的孝顺父母 高高兴兴都在家里工作 他带着一个做牛做马的心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